好 金麥當勞漲價之後 現在肯德基也要漲 他們宣布從今天開始部分的主餐品項都要來調漲 包含了他們的炸雞 還有台酒 花雕 紙包雞 以及原味蛋塔等等 漲大概2塊到10塊不等 業者說考量整體的營運成本 在經過全體的這個審慎評估之後 決定漲價 炸雞薯條配上蛋塔 這是許多老陶最愛的肯德基經典套餐之一 但現在價格變貴了 肯德基宣布了 7號開始要調整部分品項的價格 而最高的調幅來到10塊錢 包括卡拉脆雞單點調升5元 套餐調升10元 台酒花雕 紙包雞單點套餐漲10元 卡拉脆雞的包套餐漲6元 還有老陶最愛的原味蛋塔 單點價格也調漲4元 肯德基表示是考量到整體營運成本才會決定漲價 不過今年下半年漲價的速食店可真不少 11月24號 麥當勞開了漲價低槍 部分品項調漲最多兩成 接下來Subway也宣布要調整價格 潛艇保最多調漲3% 原本講求快速評價的速食店 如今也難敵通膨巨浪 紛紛寒漲 民眾想吃可得好好掂量自己的荷包 環宣外長紅製台北報道